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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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人谋不张 里面是不是有谁拿到好处 这都必须要在这个2000012年 任法委員 要让民进党跪拌 以上还在政党在问题 靠得好好来采责的问题 然后 你看他现在在抹那个蔡英文 拜托 你看断章取义呢 我们刚才有看的报纸 来用蔡英文怎么说 他要把会主委的核电厂 也是要经过一番的程序 然后这个电视经过后 大家决定到底要不要灰核能电厂 所以你看他现在开始就在抹的 这种政治盘算实在是很要不得可恶自己 好 谢谢魏先生 来 感谢你来 台中的林先生 来 林先生你好 主持人来宾大家好 你好 我觉得跟马英九讲再多都没有用了 因为马英九没有决策核电的智慧和担当 他算是被迫出来为幕后的集团的那些利益 在做表态而已 坦白说我认为他只是一个傀儡 国民党的溥仪扶不起的阿斗 在他的底下几乎没有官员曾经被惩处过 因为他连得罪下属的勇气都没有 他在拍桌子生气的画面都显得软弱无能 任由底下的官员在乱搞 治理国家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 他当总统就是台湾最大的危机 另外我再讲一下台中的议题 台中人因为选错人非常的懊恼 也觉得对不起苏家权 所以我现在建议如果民进党推苏家权 当副总统的候选人 这样算是给台中人弥补的机会 谢谢 谢谢谢林先生来高雄的刘小姐来 刘小姐你好 小姐你主持得很好 谢谢你来到这请说 那个蔡英文讲得很好 把核四降到最低审至于关闭 许师傅你很主书 你希望核四继续建 如果国际都没有取代替代能源 你不是那些会合料要怎么放 放在你们家好吗 你们家在开房间的地方 没有他刚刚刚好像他也没有这个论点 你这样讨论好像不特别 你这样好我不讨论讲那些 而且会合料真的是没有地方放 原来说要放在哪里 谁都不要嘛 去文化国外国也不要是不是 而且你们知道 顾台电的员工是不是这样 会有很多地方做 你又没有想到说 台湾只是一个岛而已 如果爆炸呢 要跟台中就通议是不是这样 就是你们的 我告诉你啦 不要去拜托国民党做什么 那是在卡车卡有关 我讲到这里 好 谢谢刘小姐 那是国民党有请求许书伯委员 我觉得我们要觉得 国民党还有点希望 如果说多一点的话 哇 这个民进党 可能还会更加打招 那如果说 那么许书伯的言论当中 在国民党中 没有获得注意的话 我觉得国民党实在是 自己可能觉得 知识度已经够高了 好 谢谢刘小姐 台北的廖先生 廖先生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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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教练 我从人员再生活 我從人人在生活開始立法通過以後 就申請一個水立法庭 在南大水立會受到種種的刁難 我是認為包括是執政黨還是大亞黨 以後本身通過一個立法案 就一定要考慮到說 人民本身是一個浴室 要設立一個單一窗口 有這個單一窗口的時候 人民本身最有法度很順利 不然一個人人在生活 形同既穩 沒有什麼效率 所以一個國家會做到一個有效率的政府 一定要積極有作為 所以一定要受單一窗口 感謝各位 謝謝台中的陳先生 就是在今天我們看到 民進黨立法委員翁金珠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認真 也是很專業的立法委員 他投書到自由時報 標題叫做無核災國家 你看翁委員怎麼說 核一核二核三 至今已經分別運轉了33年 30年 27年 而且防震係數分別是0.3G 0.4G 就是說核一是0.3G 核二呢 0.4G 核三廠呢 0.4G 好 就是核二核三都是0.4G 核一廠呢只有0.3G 不僅防震係數遠低於這次爆發核災的福島核電廠的0.6G 運轉33年的核一廠也已經超過了德國的32年的平均除一年限 北歐國家平均63%的能源來自於再生能源 例如冰島 挪威 芬蘭 丹麥 再生能源發電比率分別是81% 56% 28.5% 還有26.7% 歐盟也預計在2020年將再生能源發電的比率提升到20% 長期以來 歐盟檢討核電的聲浪未曾稍歇 反觀我國再生能源的裝置容量是6.0% 其購電量卻只有2.5% 若提高再生能源發電比率之25以上 即可完全取代核電 既讓核電廠如其除役 又不至於引發缺電危機 讓台灣真正可以成為人民可以安居樂業 而無核災的隱憂國家 汪源講的難道不是現在人民所期盼的嗎 所以我請教的是美美 當人民在挑戰這個政府時 你看到這個政府虛心在檢討嗎 還是反而看到這個政府 就是印字用什麼樣的理由 就是要蠻幹到底 那你怎麼看 我想這個政府跟蔬菜兩個最大不同 就是蔬菜兩個要建立非核家園 而馬政府要建立的是擁抱核能的家園 那這裡面為什麼有這樣的動機 我覺得除了其實要對利益集團表態之外 台電的態度是最重要的 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台電一再在騙我們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其實要跟許舒博委員講 其實去年我們的備載容量是24% 核電只有17% 如果加上核四加上運作的話 是得到31%的備載容量 是31% 尖峰時間都不用 如果離封時間是50%都是閒置的 所以台灣的電真的是夠的 就算這三個廠都不要 核四廠沒有運作都是足夠的 這第一點 可是為什麼台電一再要為核電來復航呢 我覺得這裡面除了就說核四廠 1600億追加到2800億 裡面有太多不可說的秘密之外 我認為其實台電是非常自私的 它也在告訴我們說核電是便宜的 錯了 它這裡面沒有算到說建廠的 直接設備成本跟折舊 也沒有算核廢料的儲存 也沒有算監督的費用 也沒有算其他保險的費用 特別是每一年保險的費用都在提高 我必須跟各位講 在德國去年價格黃金交叉了 他們用再生能源的價格 單單太陽光電的價格 都已經比核電便宜了 特別這次日本福島 這個災電 災變以後 我們未來核電的保險金會是天價 但這些核電 台電完全沒有價 可他把所有的成本 風險是全民來分擔 但是台電為什麼對再生能源 是這樣子消極的抵制 因為比如說太陽光電板 還有洋水重電 它是直接要去賣 台電要付錢 所以是台電的祖書 如果我們的經濟部 我們的馬政府是為台電一斤來負航 然後這裡面有很多不當的利益 但是風險是大家來承擔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要講的是 台灣有沒有發展再生能源的 這個可能 當然有 我告訴各位 單單德國它的太陽光發電 已經是佔了20%了 我們全國最大的貿敵電廠 全世界錢商大 主要就是供給德國 那包括曹啟宏縣長他就講 他說除了太陽光以外 重數也可以養電 還可以綠化環境 然後晚上沒有太陽光對不對 台唐一百多萬投株 那個早氣發電都足足的夠了 那麼德國單單從2000年風力發電 到現在才十年的時間 它的風力發電已經相當於7.4座核電 我們的核市場 所以台灣不管說太陽光 不管說養豬的早氣 還有剛剛包括徐... 徐律師 對 徐律師所講的 我們的洋流 那個能量 那個是長江的不知道幾千倍 那個清潮的能量 黑潮能量 潮信的能量 我們台灣有太多 還有風力發電 我們有太多太多的資源 但是我必須要講說 今天所有的一切 就在於台電的自私 還有經濟部 還有馬政府的護航 所以一面倒的 完全用似是而非的理由 那我必須要跟各位講說 核電的成本只會越來越高 風險的代價是全民來承擔 然後不要核電 我們其實電都夠的 那只要我們要發展再生能源 我必須要跟各位講 蔡英文絕對不是亂講話 到2025年 我們非核家園真的可以實現 而且我們有乾淨的能源 而且這個乾淨的能源 很可能到時候的價格 會比核電還便宜 而我們不要付出核災的代價 是 來 金德兄 你怎麼看 台灣經濟 人經濟 人口密度很高 所以我們有試著核能發電廠 如果發生危機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受到這樣的傷害 所以非核家園這個目標 是正確的 那既然不要核能發電 那我們就想盡一切辦法 來發展替代能源 來節約用電這兩個目標 就要想盡辦法 那結論解釋 為什麼要發展這種光石化 高污染 高用電量的產業呢 包括整個產業結構 減少高能耗的產業 也是其中之一 減少用電 包括一些工廠 包括民生用電 想盡辦法來節約用電 來增加再生能源 但是這個不是用口號說的說 再生能源好像一個政治兌現 要政治一個支票一樣 要做 不是人說的 所以要怎麼做呢 要克服很多困難 這個困難 重重的阻力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台電嘛 他不希望發展這些在生能源 台電說他有提數字給你啊 你覺得數字人可以幸福嗎 這算是一個理性的討論空間嗎 我們只知道台電本身 他發展核能 發展火力發電廠 採購煤炭 採購什麼利益很大 那採購民眾的發電 比方說剛才屏東的那個重電 包括民眾的這個風力發電等等 他就不願意多花一塊兩塊去採購它 為什麼 那個利益不大 所以台電的數字是不能相信的 台電是高估未來的用電量 來恐嚇人民 說你這個核電 核能發電廠不做的話 我們經濟GDP會倒退 人民生活會陷入困境 工業不能發展 現在很多工廠到大陸去 很多高能耗的工廠已經到大陸去 比方說水泥 相關的產業到大陸去 所以我們高能耗產業事實上 已經逐步在減少當中 所以總之要想盡辦法來發展這個再生能源 這個要呈現你政府的決心 那我們來看馬英九 他沒有這個決心 也沒有這個治理能力 有啊 他有決心說要繼續在運轉 繼續在建 他是繼續說 我們不是在做 他就過去的政策都是對的 而且他不停止核一核二的這個 這個廚藝 他還在延續啊 然後腦筋不清楚底下人會騙他 一定會騙他說如果核一核二核三 如果廚藝的話 剛才工業不發展 什麼民生用電不夠 所以核四要繼續建 他就是沒有那種判斷 沒有那種治理能力 所以我說我們民眾寧願 就是說使用比較貴的電 就是我們發出比較大的代價 所以我們要用電 也不能有核能發電廠 既然這個總目標已經設定了嘛 這個法律有規定了嘛 你政府就要做 你政府不做就是違法 你這個政府如果不按照 依照法律來做 你這個政府要換人嘛 就是說換人換人責啊 換建護我們才有辦法來執行 這個非核家園這樣的一個目標 來 徐師傅委員 過去都說是對的 現在有理由這樣繼續蠻幹嗎 真的不用全面體檢嗎 我只有一句話 美美跟金德雄 兩個人所比較出來的 有一點我必須要說 我們很理性的來探討 剛剛金德雄提到 可能假使我們達到一個非核家園 那我們可能 假如沒有世界 比較低價的這個能源的時候 我們面臨到一個高價電費的時代 那這個要全民自己都願意來承受 而不是說 將來一定會有更便宜的 這個將來是不可一致的 同樣的今天核四的問題 我們也不可一致 它的安全性有沒有 我們在質疑說 你跟我說安全 我質疑你不安全 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是認為說 是核四這個議題是可以討論的 將來不要有核四 甚至不要有核能 我認為都可能 政府讓人民有討論空間嗎 對 所以我比較 政府是不是讓人民覺得做一代幣 對 所以我們 我們應該跟他講 包括我在內 我也一再講說 一定要有一個能夠坐下來討論的空間 然後民眾是不是接受 比如說現在電費 說一收要漲價 你要不要接受 因為我們現在 那個太陽能收購是12塊 那我們現在目前用的電力是 一度只有兩塊四毛錢 兩塊四毛錢 假使說都用12塊去買這個太陽能光電 是不是就合理 我們那個再生能源法在省的時候 為什麼會拖那麼久 就是各方勢力的矯勁 事實上也不是那麼講那麼好聽 就是太陽能光電版的 它需要要的 水力化電的 它要多一點的錢 然後什麼的要多一點的錢 結果你的普世價值 站在台灣人民的利益為考量 你在乎誰去各方勢力矯勁 不是 我是認為說 我贊成再生能源加強 但是不能夠也抗他人之鎧 因為畢竟最後是全民買單 我怎麼可以說 你在這裡 你明明 我不用太陽能光電 可能10塊錢就夠成本 而且就夠投資了 我為什麼要付12塊 有時候那個錢不是 到最後還是全民買單 所以再生能源裡面 有很多的勢力在那邊攪勁 我是認為說 政府有必要在這個議題上 面對它 解決它 而不能說我不要討論 我就是要堅持這樣下去 這是不好的 這也會傷到馬政府 我記得吳奎上任沒有多久 曾經做過民調說 他的很多部會首長 知名度很低 那如果說現在比如說 原則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黃慶東 這個菩薩說 讓他知名度竄身 比如說像台電的總經理或董事長 最近提到說 我們逼這個日本核電廠還安全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言論 那麼包括了說三分之一 如果核一核二三不運轉 三分之一的電廠 全部會close 會關電 那麼可能都會倒掉 如果是這樣的言論 引發你的知名度那麼大聲的話 我們寧願不要這樣的官員 我們寧願不要這樣的知名度 請大家實事求是 拿出數據 拿出現實狀況 那麼以理服人 我們休息片刻 還要關心的是 在中部一把大火燒出什麼樣的問題 馬上回來 鷂公司 黃慶東 還要關心的是 協助的 一個假期 含明 中部一把大火燒出 就是 下火燒出 是 最新幹 writer 都要叫他們 各位 太acyj 我們來支援 我們來支援